大家好我是CG 电脑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设备 平常除了工作和娱乐会用到电脑以外 我们还会把很多个人信息和资料保存在里面 所以不少人都会安装防毒软件 防止自己的电脑被病毒感染 不过在中国却有一款奇葩的防毒软件 它比病毒本身还要毒 不只会擅自修改设置 把电脑整得又卡又慢 还会不断地给你弹广告出来 当你察觉到不对劲 想要把它删掉的时候 这个防毒软件还会用尽各种办法阻止被你删掉 它就是人称流氓软件之王的360 而能够研发出来这么一个流氓软件的 自然也不是什么善男性女了 1998年互联网在中国才刚起步 那时候中国网民上网并不像现在那么方便 举个例子 如果我想去人民日报的网站 看看习大大今天又发表了什么伪论 那我就要在浏览器的网址栏里输入 www.people.com.cn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是吧 但有些网址不是.com是.net 有些网址后面更多CN 有些又没有 而且那时候中国人普遍的英文水平不高 说不定连people这个字都不会聘写 所以当年大部分的中国网民都忍守一个小本本 用来记下不同网站的网址 看看我准备这个本本上有没有这个内容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还只有28岁的周鸿毅研发出一个叫3721的小插件 只要下载和安装3721 直接在网址栏里输入人民日报 就可以直接到达人民日报的网站 不管3721直接输入中文就能去想去的网站 这也是为什么周鸿毅把这个软件取名作3721 因为大大解决了寄网址栏的这个问题 高峰期90%的中国网民都在电脑上安装了3721 可是这一成功也引来了很多模仿和抄袭者 为了保住3721的一个地位 周鸿毅开始无所不用其极 比如强制安装 捆绑安装 想要把它卸载也很难卸得干净 会有档案残留下来偷偷见识你的电脑 为了盈利还不时弹个广告出来 甚至强行把成人网站加到书签列里面 这好像是个好处 后来越来越多人受不了3721的流氓行径 2005年 3721还被20万个网民票选为十大流氓软件之首 不过虽然手段和名声不太好 但3721的确有它的功用和商业价值 所以后来雅虎就用1.21美元收购了3721 拿到钱之后 周鸿毅没有闲下来 这次他把目光放到杀毒软件市场 那个年代比起流氓软件 更让网民害怕的是电脑病毒 为了防止电脑中毒 大家都会安装防毒软件 但是那时候所有防毒软件都要收费 而且价格一点也不便宜 当免费载用试用版的吧 通常试用期就只有一个月 而且功能也没有付费版那么齐全 如果有一个既免费 功能又强大的防毒软件的话 一定会大受欢迎 周鸿毅就是看中了这一点 在2006年推出了360安全卫视和360杀毒 360安全卫视主要防止木马程序 也可以清理垃圾 优化电脑效能 而360杀毒就是杀毒 两个的最大卖点就是永久免费 不要钱了 360杀毒免费 这么好的360杀毒软件 真的不要钱了 360杀毒永久免费 虽然说是免费的 但360的杀毒能力确实很强大 还记得雅虎用1.21美金 从周鸿毅那里收购回来的3721吗 360推出后第一时间就把3721定性为木马病毒拦截 这一操作把刚收购3721的雅虎都给掌懵了 不得不说周鸿毅果然是个狠人 放起来连成金的自己也不放过 而除了自己打赢自己以外 360也确实有过不少丰功危机 2017年5月 一款叫WarnerCry的勒索病毒肆虐全球 中了这款毒之后 电脑里的所有档案都会被加密 想解密就要向骇客支付300美元 而这个时候360安全卫视就发挥作用 只用了72小时就成功遏止了WarnerCry 保障了51个中国网民的电脑安全 但是要治流氓从来都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要比流氓更流氓 所以中国网民也肖称在360这个大流氓面前 WarnerCry根本连个屁都不是 360基本上继承了3721的所有流氓行径 什么强制安装 捆绑安装 随意修改用户电脑的设定 大量占用资源 搞得电脑又卡又慢 不断弹出成龙或者渣渣灰 这种垃圾游戏广告 怎么删也删不掉等等的问题 当然跑不掉 我们来看看这个 请不要在下面取消你不想安装的附加软件 这些中文字呢 我全部都看得懂 但是加在一起呢 我就搞不明白了 到底不想安装的话 是要按取消呢 还是不取消呢 你搞得我好乱啊 流氓的不只是360安全卫视和360杀毒 基本上所有360系列的产品都他妈的一个样 2022年4月 一位日本网友在推特发文求救 他说因为自己想玩一款中国制的网页小游戏 所以下载了360浏览器 然而当他想卸载的时候 一大堆看不懂的选项 差点把他给整哭了 看不懂啊 我操 这么一个充满诱导性的排版 别说是不懂中文的日本网友 就算是我也可能手滑 按了绿色的那个体验最新版 有好心的中国网友回复他 点忍痛卸载就好 没想到又弹出来这么一个窗口 我明白了 那我现在该怎么做 还是老套路了 一个手滑就可能点了绿色的那个保留数据继续使用 好心的中国网友再次回复让他点继续卸载 而且这次特别强调在右下方 因为这个按钮实在是太不起眼了 啊完了又出来个什么东西 没想到借着又弹出来一个卸载原因调查表 这次除了选择题以外 还有个必答题 告诉我们你想用的功能 留下你的建议 告诉我们你想看的内容 这么看360就像是个恐怖情人 口口声声说爱你 却总是让你不爽 人家实在受不了了 决定要跟你分手了 他还在那边摆扮阻拦 不让你离开 不过就算360如此流氓不要脸 他也是有踢到铁板的时候的 2010年马化腾的腾讯推出了一款名为QQ医生的防毒软件 不管是功能呢还是界面都跟360非常相似 可是一山不能长二虎 一台电脑里面不可能有两个防毒软件 于是腾讯就通过自家QQ给客户发通知 说因为他们的软件跟360不兼容 建议把360卸载 那马化腾这一操作把周鸿义给惹毛了 于是360那边又赶紧推出了360QQ保镖 说是可以彻底拦截QQ的单窗广告 马化腾这一下也是震怒了 他马上给QQ用户发通知 说他们做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而这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就是要QQ用户艰难的决定选QQ还是360 意思就是有他就没我 有我就没他 这一次到中国网友傻眼了 你们两个吵架 为什么突然要我二选一呢 但就算网民很不爽QQ语带威胁的通知 他们最后还是选择了卸载360 毕竟那时候还没有一款社交软件能取代QQ 而360只是个防毒软件 替代品多的是 看到自己的用户 以每天几百万的速度在消失 一向耍流氓的周鸿义终于怕了 他赶紧召回QQ保镖 希望马化腾能放他一马 但是QQ那边已经刷红了眼 完全没有要收手的意思 还好中国的工信部 在360被捶爆前 及时接入 最后双方互相解除了限制 这一状 和360丢了30%的用户 而对于360安装后 不好卸载的说法 周鸿义有一次接受访问的时候 就大喊愿望 他说360当然是可以卸载了 只是为了避免病毒或者骇客 假装用户本人把360卸载 所以才会把卸载过程 弄复杂一点点而已 最后360是各种黑产 各种黑客 所以我们在用户卸载的时候 我们要区别是用户真的在卸载 还是被攻击了模拟用户在卸载 因为很多软件可以模拟用户的操作 为了做这个自我保护 可能有一个提示比较繁琐的过程 这样以鹅传鹅 好像就变成了360不能卸载 像这是一个彻底的谣言 至于你心不敬 我反就心了 好了 我是超级 我们下次见 拜